賴清德蕭美琴總共是5億 5億1484萬 民眾黨竟然位列第二 總共4億697萬 然後國民黨 只有2億158萬 好慘啊 民進黨是不是一直說什麼 國民黨用入資啊 用大陸的錢啊 中國大陸什麼多少錢 來給國民黨 那你再看看侯友宜的募款金額 如果你說好 侯友宜這個數字是假的 那你去看看他選舉的時候 要什麼沒什麼 錢用光光啊 執政黨他一直洗腦給你貼標籤 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然後你的錢都是入資 大陸源源不絕給你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大陸的經濟能力你覺得 如果今天來比錢 會比民進黨少錢嗎 2億連1億人民幣都沒有 這就是一個標籤 這是一個假的議題 這是執政黨為給你洗腦你的一個議題 最新的2024總統大顯政治獻金的排行榜出爐 第一名是民進黨一言都不意外 賴清德蕭美琴總共是5億 5億1484萬 民眾黨竟然位列第二 總共4億697萬 那可以看到說民眾黨的吸睛能力 幾乎是不輸民進黨 只差了差不多不到500萬的量級 因為他這樣700了 所以不到500萬量級 大概是450萬左右 然後國民黨只有2億 領158萬 好慘啊 侯康佩只有2億 但柯文哲總共選舉決議是最多 他結餘了6000多萬 其他都是結餘一些尾數 柯文哲出來炮轟說 藍綠都是騙子 那講到這個我相信憲哥就不能忍了 因為批評到憲哥的前老闆 你們家侯市長 他是意思說侯市長是騙子嗎 這麼的凶狠的嗎 他說只有他是真的是誠實聲報 當然因為就是說 那時候我有在進展辦公室幫忙 因為我是政務官 下班後可以過去幫忙 所以我那時候是有在那邊幫忙 但是我說真的沒有錢 沒有錢 真的沒有錢 所以那時候那個金普聰是執行長嗎 他就跟我說 這是他待過最窮的一個競選辦公室 因為他待過蠻久的 我是不知道啦 因為我在這個 這次總統大選之前 也沒有跟他們共事過 所以我也不清楚 但是確實是沒有錢 那侯市長的個性就 其實侯市長 我跟你講 那我辦樹攤辦11年的樹攤 我也很清楚政治人物狀況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侯市長 他給我感覺很不錯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再搞一些有的沒有的 就譬如我在桃園的時候 你幾乎每一個重劃案什麼什麼 你都會聽到某些特定政治人物的名字在裡面 但是其實新北的重劃案 你不會聽到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 所以難怪那個選舉的時候 沒有說大量的那個政治獻金 那當然 侯市長那時候也是一直跟我們講 他說選舉不要花那麼多錢 他認為說不應該把 這個錢 資源 全部搞在這個選戰上面 所以你們注意看 侯市長在 市長連任那一次選舉 如果你再回過頭去看 幾乎沒有旗子 光這個就省很多錢了 對 幾乎沒有旗子 沒有什麼 沒有很多的肇事 那他的那個競選總部也是小小一間 所以他就是這樣 然後他總統選舉之後 他其實也沒有花很多錢 那這個部分我們自己很清楚 那至於民眾黨的柯文哲 私益都 我其實相信 因為柯文哲的個性 就是這樣 他就是拿多少 他報多少 所以他不相信民進黨跟國民黨 這我覺得 我可以理解他的邏輯 尤其民進黨那五億多 我跟你講多一個零還差不多 我絕對不相信五億多 唉 我剛才算錯了 剛剛應該是差一億 因為是五億一千四百八十萬 然後我剛才看民眾黨是 四億是零六百九十七萬 跟大家跟著一下 差的不到一億 反正現在民進黨是兵強麻壯 滿手現金 所以這也沒什麼 我是蠻驚訝 是說國民黨竟然連 這個民進黨的一半都目不到 導播再幫我們帶一下那一張表 就是竟然連民進黨一半都目不到 所以國民黨現在真的很艱困 很辛苦啦 所以說 我覺得民進黨在策略上面是非常厲害 很聰明 所以他執政之後 他對於國民黨的做法就是 他第一個先抄你黨產嘛 對啊 讓你想要作戰 你看那個拿破崙講了嘛 戰爭三要素啊 錢錢錢 原來都是同一個東西 所以拿破崙說的戰爭三要素 其實選舉跟 就是古時候的戰爭的演變嘛 就是選戰 選戰 對啊 就是說其實他們的根本的 中心思想是一樣 所以古時候要改朝換代 你要當王 你的做法就是把對方的頭給砍了 所以這是古代戰爭嘛 古代戰爭是砍人頭嘛 那現在的話是走向選舉 那他是用選票來取代砍人頭 但是他的本質是一樣的 你要殲滅你 是 而且他也需要有 一套很好的中央指揮系統 而且要團結 向心力 然後一起去打一場仗 所以其實他們的根本是一樣的 那今天民進黨他在這一套上面 其實真的是有他的一套 我必須講真的有他的一套 所以他在 他是內部分工的很細嘛 有誰是去找資源 有誰是從政 就是哪一些人是負責商場上的事情 哪一些人是政治上面要出來的 然後哪一些人是做什麼 他分工很詳細啊 然後分工詳細之後 他其實會打很多場漂亮的勝仗 那我覺得這也是國民黨 將來也許應該要 因為敵人都會是你最好的老師啊 那所以很多時候可以去看看 敵人他們的結構是怎麼樣 你不要去學他壞的地方 他現在是壞過頭了 民進黨現在壞過頭了 但是他的那一套結構 確實是在戰爭中會無往不利啦 這必須你承認要承認這個點啦 對 所以從這個來看的話 這個民進黨已經這麼有行政資源 還可以募款募的這麼強力 那未來我們國民黨 有辦法打敗民進黨嗎 照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剛才講到前前前嘛 行軍打仗 糧草先行 他斷你糧你就掛啦 對 所以他斷你糧嘛 然後有時候是這樣啦 就是國民黨有時候他 很希望保持自己的一個品位 一個樣子 形象出來 所以當有人指責他說 你這樣做不對喔 那對國民黨人而言是一個 我們會趕快修正 如果你說我這樣不對 我會趕快修正 但對民進黨而言 他只思考的是 這個東西對我好還是不好 如果對我好 那我幹嘛要修正 所以當他喊著說 政黨退出軍隊 退出媒體 退出校園之後 國民黨也是邏輯說 對啦 其實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政黨就盡量 不要手伸到媒體 要讓媒體說西方所謂的第四權 能夠發揮他的功效嘛 所以國民黨要退出 就是不要去干涉 那民進黨就開始干涉 而且我覺得國民黨 真的是被西方那一套話說 騙得團團轉 因為西方這個黨政軍 不在校園裡面沒有錯 但是黨政軍無所不在 都是政黨的色彩 你看那個CNN 那個辦的那個川敗 川敗的第一場辯論 那個簡直就是 就是完全就是民主黨的出場 我覺得這個也是對國民黨是一個啟示 就是說現代的選舉 我們說這個西方democracy 它當然在理論上有一些理想的典型 也是以前很多國民黨都海外留學回來的嘛 就是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 美國都是很精英的 可是那一套精英的模式 其實在2020年 這20世紀20年代的這種民粹 越來越尖端的浪潮之下 其實在西方我們也可以看到媒體是分色彩的 然後這個校園裡面各種組織 他們其實也都是深入的 所以這樣的做法 其實民進黨很適宜如魚得水 國民黨好像還沒辦法適宜 現代化的民主的這種宣戰 我覺得其實對啊 就是因為西方式的民主講的就是 資源跟數據這兩個東西嘛 所以選舉打是要打 很多都在打資源戰 那數據也是很精確 所以譬如說像這一次柯文哲他 他就是在他選前可能得到的一些數據是 是可能有被人 餐水 被操作過的數據 餐水 就是說我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柯文哲也不是壞人 但是是不是有人一直為給他一個錯誤的數據 讓他去做一些 你經過那些數據做出來的決策 可能會失真 對 也許有這個 那是誰去搞了這個有問題的數據 他們一定要花八位數 但是我 你是說民進黨 沒有 民眾黨 這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是這樣啦 就是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選舉有時候打的是一個策略 那如果我有辦法 就以總統選舉來說 如果我有辦法 做成一個4-3-3的局面 就你們兩個都平均3 只有我是4 那我就贏了 對 這相對少數 然後但是贏得勝選 那我在操作上面我就要去思考 我要怎麼樣可以造成4-3-3這個局面 該捧誰 該殺誰 那個是一個滾動式的調整 那甚至我要讓你覺得 你勝勸在望的時候 我會不會在民調上面去調整 然後讓你取得的民調數字 是讓你覺得怎麼樣 這是我自己想 但這不一定是真實 只是說 經過很多次的例子 那我們下一次在面對一樣狀況的時候 我們要去思考你的對手 是不是有設這個局讓你跳 因為對你的對手而言 對民進黨而言 他的對手不是柯文哲 也不是侯友宜 而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所以我要怎麼樣去做 讓柯文哲跟侯友宜陣營敗選 這才是我要的 我並不是要打趴侯友宜 我也不是要打趴柯文哲 而是讓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都輸我 對 都輸我 那這個策略 是不是他這個策略應用是很成功的 這是我 我說實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歷史的事件 我們都可以拿來分析 那你就可以分析這個歷史事件 然後再去了解一下 將來我們如果再遇到 類似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很小心 會不會中了對手的拳套 一樣你說兵不厭詐 他就跟你搞一些有沒 他不一定是開大門走大路 跟你就是在民意上面的PK 他是設計出一個 讓我可以贏得勝選 我只要符合這個遊戲規則就好 對啊 會不會是這樣 也許是我們將來也要去思考了 其實我覺得剛才憲哥講了一個要點 就民進黨的敵人 不是國民黨或民眾黨 而是敗選 民進黨唯一的目標 只有一個就是勝選 而且勝選之後掌權 他可以用盡所有的手段 來維護這個勝選 現在越來越明顯 其實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提醒 就是圍繞著 這個民進黨的後座力而來 但我覺得當中有幾個點 是讓我們看到說 對國民黨可能是危機 就是募款能力這件事情 對國民黨來講 此消彼長的憲哥 這個未來如果繼續這樣消耗下去 對國民黨要怎麼去改善 當然民眾黨也現階段的狀況 確實也不落選前那樣子 氣勢大好的時候 因為選前氣勢大好的時候 民眾黨內部 甚至評估自己是第一名嘛 對 但是選後之後就鬧出所謂 假老二風波 到底民調是真是假 這也受到很多的批判 也導致民眾黨的支持的流失 但不管怎麼流失 就如果從2024選戰 你覺得最大對國民黨未來 在打仗的時候有什麼啟示 尤其是糧草這一塊 感覺起來壓力很大 從糧草這一塊來說 我覺得你可以再去看一個點 就是說國人其實也有很多人 不滿民進黨的執政 但是他為什麼去投民進黨 他就是在一個抗中保台 對中國的疑慮是遠大於 他對於這個政黨的施政不利 他對於中國的恐懼是高於 對於這個政黨施政不利 所以當政黨一直告訴大家說 不管今天柯文哲他也是什麼紅 兩岸一家親 國民黨是中共同路人 他就是一直 藍白等於紅 對 他就一直貼你這個標籤 然後讓很多人都覺得說 好 我為了擔心被中國吃掉 所以我必須要挺一個 我討厭的民進黨 對 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民進黨會變得很好操作 所以你看民進黨是不是一直說 什麼國民黨用錄資啊 用大陸的錢啊 中國大陸什麼多少錢來給國民黨 那你再看看侯友宜的募款金額 好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你再看看 如果你說好 侯友宜這個數字是假的 那你去看看他選舉的時候 要什麼沒什麼 錢用光光啊 因為我在進選方案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都在 就不知道下個月的錢從哪裡來 對 所以你說如果是民進黨說的 如果是真的什麼大陸的 那你們經濟主義也要改一下 你要改學悅的那一首 如果還有民進黨 沒有就是說 執政黨他一直洗腦給你貼標籤 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然後你的錢就是入資 大陸源源不絕給你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大陸的經濟能力 你覺得 如果今天來比錢 會比民進黨少錢嗎 兩億連一億人民幣都沒有耶 所以 兩億台幣 所以這就是一個 什麼錢啊 這就是一個標籤 這是一個假的議題 這是執政黨未給你洗腦你的 一個議題 所以我剛剛說嘛 好 那你說 如果你假設 中共確實有錢 中國確實有錢給侯友宜 然後那個數字侯友宜是報假 那請問一下你總統選舉的時候 是誰有辦法大型的造勢場 到處辦 到處有看板 到處電視廣告是誰 侯友宜其實沒有啊 而且抓啊 你不是就檢察官你手上你抓啊 不是 我跟你講啦 這個政府是只負責貼標籤 後面他也不管啦 你看第五重隊不是講十萬人嗎 對 那請問十萬人在哪 我在質詢那個卓榮泰的時候 我說第五重隊不是只有坊間或媒體講 這包括你底下的政務官也附和著民視 附和著三立一起講 這很要命 這真的很要命 我說你底下的政務官這樣講喔 那你今天 我說不要你抓十萬人 你抓五百人出來給我看看 你知道現在最像的 抓五個就好了 都沒有 目前依據那個民進黨推的那個AI 是 那個什麼 什麼 DPP的 什麼 Chat DPP 對對對 那壞掉了 不是 他講誰你知道嗎 他不是講那個高雄那個前立委嗎 那叫什麼去了 趙什麼 那個 趙天寧 對對對 趙天寧才是第五重隊 那個AI不是自己跳的 趙天寧 我怪笑翻了 而且還 你幹嘛那麼老實啊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